柯文哲昨天晚間六點半左右 抵達臺北看守所並住進多人設防 民眾長在昨天晚間也緊急召開會議 決議在今天上午召開中央緊急應變 小組擴大會議 外界關注是否可能推舉代理主席 民眾黨表示這個議題目前不討論 沒有代理黨主席的問題 先穩定軍心 五號傍晚六點三十分 柯文哲搭乘的警備車 駛入臺北看守所 索方表示 柯文哲住進多人設防 與所設案件有關的其他被告 分組不同設防 而在晚間七點多 民眾黨釋出了一段錄影畫面 向支持者喊話 大家好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關心我的狀況 不好意思 讓大家擔心 其實你們照顧好自己 就是對我最好的幫忙 請大家認真過每天 快樂過每天 心存善略 盡力而為 讓我們繼續努力 民眾黨緊急應變小組 昨天晚間召開會議 將在今天早上再度召開擴大會議 黨內決策過程目前的機制都是共識決 沒有代理黨主席的問題 先穩定軍心 再討論下一步該怎麼做 明天早上中央緊急應變小組 我們會召開擴大的會議 那在明天早上開完會議以後 對於下一個階段 我們所要採取的行動 會在記者會的方式 跟大家做更清楚的說明跟報告 外界關注柯文哲妻子陳佩琪的情況 民眾黨立委林國成轉述 陳佩琪得知消息有哭泣 質疑為什麼現在國家會變成這樣 針對原定要出發的美國行 民眾黨發言人林子宇表示 國際事務部會照常出發 柯文哲部分則看整體情況 見機行事 針對美國行的部分 那本來就是民眾黨國際事務部 日常的一個年度的一個業務 所以我們還是會照常出發 民眾黨遭逢創黨以來最大危機 黨主席柯文哲遭裁定積壓 民眾黨核心幹部 目前採取集體決策 應對危機 但能否挺得過政治風暴 仍帶考驗 記者沙晏齊鍾建剛 台北報導